那师父 问最后一个问题 不是本月不是有地藏王菩萨圣诞也快到了吗 上次师父录音中说过 地藏王菩萨圣诞那一天 也是个大涉的日子 师父您在底底下具体开始开始吧 这一天 地藏王菩萨圣日 很多恶鬼受了一些夜暴 在下面吃尽口头 地藏王菩萨也是心悉众生 凡是他的生日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赦免 这个赦免不是 是菩萨的这个慈悲感 但同时呢 最主要也是地府那些官 他们呢 秉承着这个地藏王菩萨的慈悲 给他们赦免 实际上 地藏王菩萨一直在慈悲他们 他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处理苦海 但是 这个是因果定律是不能改变的 菩萨都动不了别人的因果 所以呢 菩萨只能救你 就比方说 你到了监狱里边 你不能改变你做监狱的事实 但是可以改变你 这个在里边 在里边服刑服得好 让你提早出狱 让你减轻工作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都可以做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明白了 是这样 那师傅 你讲的那一天 可以说49张小房子 这49张小房子 是不是单单指的是 自己的药金者 49张还是包括 打开的孩子 房子的药金 药金者 自己的药金者最好 哦 29张也可以啊 21张也可以啊 都没问题了 那如果那一天 给自己的药金者 烧49张小房子 是不是这个效果特别好啊 那一天 肯定的 肯定的 因为大社的话 很多你的冤情带走 他出来还是要找你的 对对对 过去古时候有个故事 一个 这个这个 地藏王菩萨带了一个 把这个 巨师下去 啊 叫 结果呢 这个巨师呢 就 碰到了一个 他过去的冤结 在地狱里面受苦 碰到之后呢 他就很害怕 这个冤结呢 受苦的冤结 就跟他说 我 我哪怕地狱受尽苦了 我只要有 出来的一天 我一定会把你拉下来 因为你欠我 多少多少 对 明白明白 结果这个人 醒了之后 害怕得不得了 就天天念经念经 修心 啊 结果呢 等到那个人 就是真的从地狱出来的时候 一天 他就出车祸 但是因为他 因为他就是说 起经念经了 修心了 所以他就没有死掉 他就是大难不死 但是这个仇 这个冤已经爆掉了 那么从这个故事里面呢 就可以知道 啊 一个人 啊 你如果不还人家的债 啊 你一定会 以后一定会吃苦头 早点玩点 明白 因为这是洗不掉的 就像你家里的灰尘 对对 你没人去吸的话 永远这个灰尘在的 对对对 啊 就是 明白了 那是否这个大事的那一天 烧小房子的效果 是比平时 烧小房子的效果 他不是大事 他就是说有些人啊 重罪 慢慢的就是轻叛 或者就是说 有些人在下面 比方说不应该吃很多苦的 那么他在下面呢 啊 这个菩萨的慈悲 让他提早结束 啊 就像现在化疗放疗一样的 你要是继续配合医生 化疗放疗 啊 病情 心情好 有改正了 那你这个 这个这个化疗 化疗放疗的 时间就会缩短 是这个概念 对对对 明白吗 对对对 并不是动因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对对对 明白了 明白了 啊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此为一开始 师傅今天晚上外面到这 感谢师傅 感谢观世音谱到 师傅再见 啊 再见